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休止的九道轮回 仙道不成 能混个神道 被封神 也算不错的结局 发上等愿 得个中等果 上封神榜 不白活一回 然而 作为封神大战 第一操刀手的江子牙 为封神榜计划 立下了赫赫之功 林辽也没混到个神位 确实亏大发了 原始天尊说 江子牙无缘仙道 修不成大罗金仙 可也没说 他连上封神榜的资格都没有吧 成不了仙 还不能封个神 封神榜上365个神位 少一个不算少 多一个也不算多 连马士都风骚把星了 凭什么江子牙就不能成神了 怪原始天尊哦 其实不然 真正给江子牙设计 叫他不能成神的 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神秘的西昆仑散仙 路鸦道人 当路鸦道人把钉头七件书 递给江子牙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 江上不能封神的悲惨命运 神秘的路鸦道人 与他不能为外人所知的心底秘密 干凡速敌赵公明 顺道占个座位 封神大战是为东南中途 玄门三圣的内斗 红军老祖门下铲教和结教 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的斗法 契机即是1500年 大罗金仙红尘之恶 结束难逃 浩天封神 女娃灭伤 地界上的神仙山头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即是东海碧游宫 东昆仑玉须宫和玄都洞 西昆仑散仙和西方教 玄门三圣 窝里斗 西昆仑散仙 路鸦道人不请自来 主动战队铲教 卷入封神大战 他比西方教二圣 来得还早 所谓无力不及早 路鸦道人不远千里而来 亦与何为 尚不拜火云栋三圣皇 中不礼瑶池与浩天 不去盘桃孙寿乐 不去玄都拜老君 不去玉须门上诺 三山五月任我游 海岛蓬来随一乐 人人称我为仙匹 腹内营虚 自有情 路鸦三人亲到此 西齐丹服赵公明 风神演绎 路鸦道人是个妥妥的画外神仙 独立的神仙山头 火云栋三皇与女娲 瑶池金母与浩天 太上老君与原始天尊都不是他的菜 路鸦道人是个逍遥散仙 招游北海木苍吾 三山五月 海岛蓬来任遨游 路鸦三人亲到此 西齐丹服赵公明 放着滋润的小日子不过 路鸦道人偏偏要来搞赵公明 说明什么呢 宿敌 是仇 有你没我 你死我活 是铜水火 路鸦是离火之精 赵公明是日之精 都算是太阳之子 一山不能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有同行没同力 看来路鸦道人和赵公明有过节 也不知道赵公明干过什么事 动了路鸦道人的奶酪 深深地刺痛了 他那颗孤傲的心 不富贵 不三英 欲须公理亦无名 玄都灌内桃子树 自酌三杯任我行 喜将棋局妖玄有 问左山檐听陆明 嫌疑诗聚惊天地 敬礼摇秦月性情 不识高明空费力 无今道此绝公明 风神演义 路鸦道人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 转而对赵公明 调出了一句狠话 识高明空费力 无今道此绝公明 我老人家参与风神大战 没什么别的想法 就是要干你赵公明 送你上西天 路鸦道人为的什么 私人恩怨 他和赵公明之间的一段不为人知的诉仇 路鸦道人有备而来 手里握有仙界至宝斩仙飞刀 斩仙飞刀有多犀利 谁挨过谁知道 封印元神 顺秒对手 干净利落 斩草除根 可惜 路鸦道人失算了 赵公明祭出金胶剪 路鸦道人根本来不及祭出斩仙飞刀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路鸦道人不敌赵公明 化作长虹 落荒而逃 原始天尊主导风神大战 将子牙手握风神榜 路鸦道人的目的就是借力打力 除掉对手赵公明 然后 顺道在风神之后的仙界格局 谋得一席之地 杜杰对其他人可能算是个大麻烦 对路鸦道人来说 却是小事一桩 都说燃灯道人逃跑第一名 其实是比不过路鸦道人的 斩仙飞刀失灵了 怎么办 路鸦道人把目光放到了江子牙身上 损到有不损自身 我看好你 你行你啥 钉头七件书免费赠送 买一送一 斩仙飞刀也会送给你 钉头七件书有损功德的夜火 与路鸦道人的神之操作 江子牙做了背锅侠 一记不成 再生一记 路鸦道人恶狠狠地记出了传说中的钉头七件书 路鸦揭开花篮 取出一幅书 书写明白 尚有福音口诀 依此而用 渴望齐山立一营 营内住一台 扎一草人 人身上书 赵公明三字 头上一盏灯 足下一盏灯 字不刚斗 书符结印焚画 一日三次拜礼 至二十一日之时 贫道自来武师助你 功名自然绝也 风神演绎 钉头七件书是个什么宝贝呢 简而言之 一句话 扎到草人 扎死你 钉头七件书可以杀人于无形 属于恐怖歹毒 邪恶的仙界技术 风神世界讲究的是天道气韵与气术 伴随着的则是因果与业果 顶级天道圣人 讲究的是不占因果 所以第一序列的天道圣人 诸如红军老祖 火云洞三圣皇 浩天等 是不会主动卷入风神大战的 玄门三圣与大罗金仙护殴 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杜结 天道不可为 圣人之间点到为止 能不出手就不出手 情非得已 也只是走个过场 有个意思表示就行了 大罗金仙这个层面的神仙 可就由不得自解了 要上刀山下火海 尽管如此 笔画也是有讲究的 也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的 比修为与神通 比宝贝 这都是可以放到明面上看的 再不计就像燃灯道人一样 搞个偷袭 但是 你要拿钉头七剑书这样的方式 来搞暗杀 人未见面 你就把对手给搞死了 这得有多可怕 多出格 钉头七剑书秒杀赵公明 这样的准圣级别的大罗金仙 后面路压道人 怎么就不再用了呢 先界禁术 天怒人怨 天道难容 试问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 他有这样的手段 你会怎么想 还敢和他做朋友吗 太阴损 太缺德了 不讲武德 能躲多远 就躲多远 对大罗金仙来说 这叫什么 无名夜火 有损功德 其后果就是 先道神道与人道都不允许 谁拥有钉头七剑书 谁使用这样的秘书 都会成为众矢之地 钉头七剑书的存在 就是对天道的藐视 对大道的无视 对其自身 有损先道功德 从根本上 动摇了先界的根基 先界一致认可的 公平与公正将不复存在 所谓的正义 也终将失去 其应有的本质内涵与价值 鹿鸦道人是怎么做的呢 鹿鸦道人自己没有使用 钉头七剑书 而是把该宝贝送给了江子牙 要江子牙一日三拜 拜购三期二十一天 赵公明就会挂掉 至二十一日之时 贫道自来五十助你 公明自然绝也 赵公明是被江子牙给拜死的 鹿鸦道人到时候 摘桃子即可 鹿鸦笑隐隐揭开花篮 取出小小一张丧之弓 三支桃之剑 递与紫牙 今日五十出客 用此剑射之 紫牙约领命 封神演义 二十一天到期 鹿鸦道人笑眯眯的 从花篮中一张弓 三支剑 他自己不射 他要江子牙来射 干掉赵公明乃是大弓一剑 鹿鸦为什么要把功劳 让给江子牙呢 有损神仙的功德 得不偿失 紫牙净手 念弓搭剑 鹿鸦约先纵左目 紫牙一命 先纵左目 这西齐山 发剑射草人 承汤营里 赵公明大叫一声 把左眼闭了 文太师心如刀割 一把抱住公明 泪流满面 哭声甚惨 紫牙在齐山 二剑射右目 三剑披心一剑 三剑射了草人 公明死于承汤营里 风神演义 鹿鸦洞嘴皮子 将紫牙亲自操刀 搭弓射剑 三支剑射中草人 赵公明双目与心胸被射穿 挂掉了 看到了吧 钉头七剑书 是鹿鸦道人秘密炼制的宝贝 射杀赵公明的主意 是他出的 计谋是他给的 方法是他教的 具体的操刀手 却是江子牙 射剑而已 谁射不是射 鹿鸦偏偏拱手相让 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江上 还是鹿鸦道人心眼多 江子牙稀里糊涂 做了个背锅侠 替鹿鸦敌损了 修仙的业障与业火 鹿鸦初次登场 斩仙飞刀斩杀百里 继而干掉鱼园 万仙镇拿下蚯蚓 杜杰表示诚意 事不过三 然后又是笑眯眯的 把斩仙飞刀送给了江子牙 袁鸦和九尾狐苏打几 死在江子牙之手 宣言坟三妖 助纣为虐 荼毒生灵 残害无辜 罪恶滔天 庆竹难输 违背了女娲娘娘的法指 女娲抓住三妖 却转身送给了江子牙 由江上来斩杀苏打几 女娲和鹿鸦都是一个套路 思路清晰 不沾因果 或以最小的代价 达到终极目的 到这里 就是原始天尊 也保不了江子牙 江子牙修不成 仙道是定术 浩天也不敢接纳 江子牙这个高人 封神榜上 也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使用钉头七剑书 这样的禁术 江子牙自损因德 与神仙道的功德之名 背道而驰 这种离谱的暗箱操作手法 太过歹毒 令人防不胜防 不寒而栗 其结果就是人人自危 人心惶惶 浩天封神的最终目的是要 365位正神归位 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仙界秩序 不能因为一个江子牙 而影响了整个仙道体系的大格局 与仙界的美好归来 这种离谱的美好归来 这种离谱的美好归来 这种离谱的美好归来